第五个字呢,我们要讲的字叫做赤 这个字呢,它写的是叫做厉鬼也 厉鬼就是有一种可能强势不讨喜的意味 像是恶鬼和绝后之鬼 类似的故事是在讲说 唐玄宗他曾经梦到有一个小鬼 来偷他的笛子和杨贵妃的香袋 他就问那鬼说你是谁 那鬼就说我是虚好鬼 我专门来偷钱偷欢乐的 然后最后呢,是被中鬼给收服了 哈喽,大家好 上一集呢,我们讲了十个鬼故事 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其他的鬼故事 首先第十一个字呢,它叫做奇 这个字呢,它是叫鬼俗 也就是指的是姓鬼的名俗 那我们可以从中来推测说 其实在古代就已经有 祭祀鬼神的一些文化传统了 那在宋代的字典类篇里面呢 讲的是南方之鬼 所以南方的人比较鬼 是比较鬼 没错 第十二个字呢,叫做如 但是呢,我的课本上面又有写到 用铅笔写个揉 所以我不太确定它是叫如还是揉 不过总而言之它是有点像撞声词 在讲的是鬼魅或者是语气的神词 我觉得这样错气传了 发音的 无三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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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个字呢,叫做化 它指的就是神鬼的变化 所以是什么变化 就是神鬼 第十四个字呢,它叫做挪 指的是看见鬼的尖叫声 它是奈何这两个字的连读 嗯,也就以前人这样叫 这也太没有惊吓感了吧 除非他们以前的人也觉得 oh my god,你都不惊讶 有序有可能啊 好,第十五个字呢,叫做冰 意思是鬼帽 这听起来没什么好讲是吗 对,因为我也没有查到其他各种读教 那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各位 在底下为我们补充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十六个字 丑 丑的意思呢,就是可恶眼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它是有 恶业,比较不好的意思 像是说它形貌比较难看 嗯,我知道 这个字在我的世界都很懂得有 但是要很小心用 不然没有可能会被告 后来不到情 第十七个字呢,它叫做超 但是在其他读题里面 我有查到它叫做照或者是超 它就是指 动作很敏捷的害人鬼 嗯,有很多念法 但听起来都没有那种 絮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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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絮 那就是古代和现代 愈发誓都上面的差异 那我们除了说文解字里面 这十七个字之外呢 我们也来补充一下 和鬼部有关的其他字 第一个呢,是痴魅王良的痴 这个字呢,它传说中是山林之间的鬼神 这听起来是一种生物 它其实跟另外一个痴 左边是鬼故的那个痴啊 它四个假字 在其他著作当中有提到说 它是龙的孩子 或者是山神 或者是母龙 它有一种说法是 像是龙的生物 所以这一个类型的鬼怪呢 它们都通称叫做痴 那其实这个痴呢 它比较常和魅放在一起 变成痴魅 那它们都是属于山林之气所生成的 再来呢,是王良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呢 它是有说是山穿金怪 比较常指的是水中生的 它有一个形象啊 是讲说它身体比较矮小 大概像三岁的小孩子 然后赤黑色红眼长耳 哇,它有点像是一部女生物啊 那它还有第二个解释 是在王安子里面有说到 是影子外围比较模糊的 那个比较淡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挺好的这样子 所以呢,如果我们把师妹 王良这四个字放在一起的话 也可以说是各式各样的鬼怪的集合啦 我平常大家比较常把这四个字混在一起 因为这样就比较好懂了 平常呢,我是很讨厌鬼故事的 不过像这样的类型的鬼故事呢 又可以反映出在古代 历朝历代文化以来呢 一些近鬼神的观念 还有古人对于一些未知事物的想象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你也可以了解一下 古人的鬼故事是怎么样运作的 那经过这样的解说之后呢 有没有觉得鬼故事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可怕 我觉得这些挺方便 我以后说到今天来说我叫牛牛角 跟着我们一起探索文句中的有趣小语歌吧 未来还会有更多其他类型的有趣文学小语片 没错,那大家当然也要记得订阅 以及分享我们的影片哦 那就下集再见啦 拜拜